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Christina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Peter 高雄市争取卫生福利部公益裁券回馈金补助计划 可以帮助弱势民众安心就医 真的吗?这个计划听起来很不错耶 这意味着在高雄市的38所卫生所和医院 若是民众都可以咨询和申请补助了吧 对,就是这样 高雄市自100年起就引进了这个计划 每年的执行率都到达100%呢 那真是太好了 要是民众经济困难 经由高雄市区公所和社会局认定 并开立证明 就可以持112年度的医疗收据证本和申请文件 去当地卫生所申请就医补助对吧 没错,你理解得很准确 民众主要申请的项目是 健保部分分担费和住院善事费 而且连挂号费、救护车费用也可以申请了 看来这个计划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耶 如果在健保特约医院就医的话 欠费也可以向就医医院的社工室申请补助士吧 这个计划却是为许多家庭带来的帮助 这样的补助计划真的能帮助到很多的弱势民众 可以让他们更安心的就医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个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申请 Apply 申请 Apply I'm applying for a fellowship 我在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I'm applying for a fellowship 我在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第二个单字 证明 Proof 证明 Proof He has proved his courage in the battle 他已在这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He has proved his courage in the battle 他已在这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第三个单字 困难 Difficulty 困难 Difficulty He faced the difficulty with the courage 他勇敢地面对困难 He faced the difficulty with the courage 他勇敢地面对困难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申请 Apply 提供 Proof 困难 Difficulty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